军统教父 戴笠 作者张军由老王播讲 第106集 恋上蝴蝶3 戴笠把得到蝴蝶当成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之一 杜月生和杨虎积极在帮忙 他们告诉戴笠说 蝴蝶从香港回重庆了 但是在回来的路上 30箱的财宝被截了 这对戴笠来说是个好机会 蝴蝶失去了自己的财宝非常伤心 特别是行李箱里有蝴蝶游欧洲的时候 各国的领导人以及朋友赠送的照片提字 他在香港拍孔雀东南飞的时候 特制的衣服和很多的珠宝首饰纪念品 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现在全都被截了 非常痛心 所以就滞留在桂林大病了一场 这件事 由蝴蝶在上海的好朋友 杨虎杜月生知道了消息 立即就告诉了戴笠 说这是个好机会 戴笠喜出望外 他说快告诉我 他住在桂林什么地方 我马上通知军统桂林站去接人 再用飞机把他送到重庆来 杜月生把蝴蝶在桂林的住处告诉了戴笠 算是尽到了朋友的职责 准备和杨虎告辞 戴笠想了想 觉得对蝴蝶这种名人 还是不能采取霸王硬上功的办法 就教主说 这样吧 等到蝴蝶回到重庆 还是先住在你们家里 我给他把案子破了 算是送他一份见面礼 你们认为这样好不好 杜月生说 羽农还挺会玩浪漫的 也行 那就先住在我家吧 反正我和他以前是朋友 杨虎说 还是住我们家方便 我的几位贱妾和虎女士 那是结拜姐妹 女人和女人在一起有话说 正好替他解闷 戴笠认为杨虎的建议很周到 就决定让蝴蝶先住在杨虎家里 蝴蝶从桂林来到重庆 住进了杨虎的饭庄公馆 蝴蝶很憔悴 一副病痒痒的样子 杨虎呢 就让姨太太安慰他说 戴笠已经答应帮忙了 案子很快就会有结果 当天 戴笠路过杨虎家去看望 本想说些别后重逢的客套话 但蝴蝶一见他就哭个不停 戴先生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 我的东西都很珍贵的 你一定给我找回来 戴笠说 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正想向你了解案情呢 然后我会派强大的侦察组办案的 蝴蝶用手绢抹着眼泪说 不要侦察了 肯定就是杨虎敏抢走的 行李是他运的 他还知道东西很值钱的 我太相信他了 真是人心难测 谁会想到他是这种人 戴笠说 那既然是杨虎敏抢了 就更好办了 马上派人把他抓来 我这多的是刑具 接着 戴笠又劝解了一番才回去 几天以后 戴笠派人把杨虎敏和他的男朋友赵乐天 带到了重庆 关进了石灰市看守所 戴上了全副的镣铐 并且采取了各种刑讯逼供 但是得到的答复 只有几句断断续续的声音 在广东 东江 一会儿强到 把所有的东西全抢了 我们自己也有东西被抢了 戴笠无可奈何 看样子 并不像蝴蝶所说的 是杨慧敏勾结别人抢劫 值得另派一批强干的 办案人员到广东东江一带 全力侦破结案 兵荒马乱的年月 劫匪如麻 任凭戴笠有通天的本事 这个案子也没有办法侦破了 戴笠情急之中 心生一计 他按照蝴蝶开列的 丢失珠宝衣物的账单 派人去外国买 然后呢 谎称是追回了一部分财物 这蝴蝶是见过世面的人 他一看这些追回来的珠宝 衣服虽然不是原物 但是款式更新 价值更高 于是就心领神会 抱一一声娇笑 这一声笑啊 令戴笠是心筋摇荡 他环顾四周 小声的说 和别人合住在一起不好 总有不方便的地方 蝴蝶又收起笑容 玩着指甲说 身为落魄之人 有人收留已经是万幸了 哪还有别的什么奢望啊 说着 看了一眼戴笠 戴笠心里一热 柔声的说 我在曾家严有一处公馆 现在正空着 潘太太如果不嫌弃 今天晚上你就可以搬过去 蝴蝶说 你才帮了我的忙 我还没报答呢 怎么好意思又麻烦你 戴笠闻着蝴蝶身上的香气 一股热浪 从内心直涌到面颊 他说 别这么说 我喜欢你 戴笠一眼看见 蝴蝶脸藕一般的手 手背上 但是四个小小的肉窝 非常可爱 忍不住就伸过手去了 蝴蝶脸上飞红 眼睛向卫生间的方向 瓢了一下 戴笠会议轻声的说 我以后怎么叫你啊 戴笠说 随便你 不过你还是叫我的小名好 蝴蝶是我的义名 我的小名叫瑞华 戴笠点点头 瑞华 我马上派人来接你 正说着话 潘友生出来了 戴笠说 潘先生 我已经和瑞华说好了 请你们夫妻俩去我的公馆住 这潘友生 长得一表人才 一见面 就让人联想起 古时候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 潘安 当初啊 他和蝴蝶结婚 在上海称得上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所有的报纸 竞相报道 各界名流都参加了他们俩的婚礼 场面是十分壮观的 潘友生和戴笠客套了一会儿 也不再多说 这件事就算定了 潘友生是个明白人 他知道戴笠的用意 当初决定取蝴蝶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了四项准备 一位色意双全的电影皇后 招风引蝶那是无法避免的 而且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当天呢 蝴蝶夫妻就由戴笠 接出了饭庄养虎家 住进了曾家延五十一号公馆 这里的家具 卫生设施 日用品 以及勤杂 服务员厨师 一应俱全 战争一开始啊 蝴蝶就过着动荡不安 颠沛流离的日子 现在在这种久违的舒适的环境里 心里是倍感温馨和亲切的 一切安置妥当了 戴笠说 以后啊 这儿就是你的家了 千万别客气 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服务员未识不听话 可以打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说着又对审罪说 每次从美国空运过来的 石令的鲜菜水果 别忘了给瑞华分一份 接着又对勤杂人员吩咐了一遍 才恋恋不舍的走了 戴笠知道 蝴蝶旅途劳顿 加上伤心过度 身体得病以后 慢慢的恢复需要时间 于是就请来了当时 重庆最有名的中西医 住进公馆替蝴蝶治病 此外啊 他还从百忙之中 每天抽出时间登门照顾 陪蝴蝶聊天解闷 询问起居 蝴蝶的案头 堆满了吉林特产 大野人参 四川天马 新疆虫草等名贵的滋补药 每天 戴笠还不断的派人 送来各种土特产 鲜花 石令国品 点心 等等等等 与此同时 戴笠准备 再建一栋 规格 设施造价远远超过其他公馆的豪华别墅 准备将来作为他和蝴蝶的秘密居所 经过选择 比较 戴笠选中了神仙洞附近 除了地名吉利之外 这里还比较偏远 幽近 便于隐居 环境优美 为了蝴蝶能够舒服地居住在这所房子里 他要求汽车 可以直达门口而不需要人爬坡 为此呢 需要占用更多的地皮 他测好了地形 凡是车路经过的地方 居民都得搬走 房子一律拆迁 一般的平民老百姓都搬走了 唯有财政部国库署署长李长 不拆房子 李长是孔祥熙的心腹 目前戴笠还不敢得罪 只好亲自去拜访他 借口修建军事餐库 需要用地前往商量 谁想到这李长自持有孔祥熙做靠山 不肯买账 戴笠非常气愤 但又无可奈何 回家的路上 记起李长虽然年逾半百 仍有几个二十来岁的姨太太 还有几位好看的女儿 于是心生遗迹 对沈罪如此这般免受机遗 沈罪领命 遗迹找了几个长得一表人才的年轻小特务 天天和李长的小老婆女儿玩 这些小特务 那都是风月场上的高手 几天以后 就把李长的小老婆女儿斗得疯疯癫癫 然后故意让李长撞个正轴 李长看见以后 害怕绿帽子飞上头顶 同时他也非常害怕 找个特务做女婿 就赶紧另找房子搬走了 这条路还得占用王灵机的地皮 这王灵机那是最有实力的四川军阀 任三十集团军总司令 当时率部驻扎在江西 戴利知道这个人不好惹 还是在谋杀刘湘的时候 就有意的笼络 于是命令审罪 用他的名义发电报给王灵机 说是为了招待美国盟友 请王总司令拨用地皮 王灵机信以为真 马上赴电同意了 这地啊 还是不够 因为要绕一个小圈子 才能爬上几十公里远的神仙洞别墅 这样还得经过另外几个人的地皮 才能够修通 他又亲自写了几封信 要审罪拿着信 去找合成银行的吴靖行 大同银行的萧镇营 又向他们要了一些地皮 地皮要足了以后 马上开始动工 由审罪负责 在重庆市张帖启市 招收了一百多名 身强力壮的能工巧匠 破土动工了 这些地 下面都是坚固的岩石 动工以后 连夜赶着开石坊 扑马路 民工是挥汗如雨 戴力还是认为进程太慢了 赶不上他和蝴蝶感情发展的速度 审罪为了讨好戴力 采取了强制的办法 逼迫工人们通宵打蛋的赶工 在赶工的过程中 因为疲劳过度 精力不集中 接连不断地发生工伤事故 有两名石匠被石条压死 十二名工匠被压成重伤 轻伤每天都有 马路修好了 准备建别墅了 戴力专门请了重庆最有名的建筑设计师 要求豪华 漂亮 舒适 实用 并且特别吩咐 别墅前要修一所考究的漂亮的花园 仅各种名贵的花卉就耗资了一万银元 这些花卉在花园里要拼成喜和寿两个字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 戴力特别在别墅外围修筑了一组电网水渠隔离外界的围墙 卫士们只知道里面住了人 但是并不知道住的是什么人 别墅花园围墙竣工了 戴力又用飞机从美国专门购置了现代化的家具 把所有喜爱的珠宝古丸全部都放在了这座公馆里 下一集我们说戴力和蝴蝶怎样住进这座公馆 感谢您收听由老王为您播讲的军统教父戴力 本集播讲完毕